最近几天不是没在家吗 没想到我的心骨钢直接崩溃了 我的天哪 瞅瞅这个钢壁上 这满了八胎的 长满了顽固的荷藻 就连里面的心骨食人鱼都直接看不清了 作为一个养育爱好者的我 是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的 真是越看越不顺眼 越看越不顺眼呢 我猜的从我走后 这个钢子都就没有关上过 过度的冬光照射 加上水肥 直接导致了现在的景象 但是兄弟们 问题不大 因为我有这个 我为朗的小巧鱼缸塌 别看这个家伙的体型性 只有这么一丁嘎嘎嘎 但是 初见没有兄弟们 这个擦缸的效果怎么样 那绝对是嘎嘎的好用 这货不仅犀利强 而且是一点都不上鱼缸 就在我手里的这个迷你版的 直接能夹入15个厚度玻璃 是不是有点不可思议呀 这擦起缸来 更是行云一流水 犹如黄河之水添上来 滔滔不绝呢 看见没有 立竿见影 擦与不擦的区别 看见了吧 来吧 求欣赏我的表演 直接一不做 二不休 全部都给他擦洗干净 要是有强迫症的小伙伴 这个迷你鱼缸擦 就是你的守护神 哭哭一顿挫 就连咱们的新骨 心情都好像舒服了不少 这货在里面就跟个监工似的 估计心里在想 这货可算是想起我来了 来吧 继续干活 说真心的兄弟们 新骨鱼是真心的漂亮 不过这几天 这个家伙就得去别的缸了 因为这个缸 要拥结一顿 四十公分的黄金眼镜石 来吧 他缸完了 给你找个老泥丘尝尝 看见没 这里还有个想跟我玩捉迷藏的 咱们家的小鸭鸟 是真能折腾 兄弟 你也好好的赶紧吃泥丘吧 等着我把那边的水养好了 就立马的给你搬过去